秋天的北海道有什麼玩呢? 一架全包的Cut Mac 今年就在北海道的桃貓屋度假村 首次舉行群山音樂制 以環保為主題 等住客一連三日 可以感受秋天的森林活動、音樂和美食 就等記者帶大家看看音樂制的情況 活動先找來各國DJ地下樂團輪著演出 每晚都表演到凌晨一兩點 真的好有氣氛 同時亦有傳統太古表演 以及不少得道家村慢慢熱鬧的派對 除了音樂競舞 音樂制的活動就更加多元化 好像有mountain bike、鞋身等等 在這麼多人的Green Beat音樂制裏 有不同的workshop可以讓你慢慢玩 好像私望印刷workshop 有得DIY toe bag 亦都可以挑戰摘染 製作獨一無二的comment T-shirt 亦有些戶外的體驗工作坊 好像和得準攝影師一齊行山 可以偷師學下自然攝影 在這麼多的Green Beat音樂制裏 除了音樂廳還有很多workshop 最重要是有很多北海道的酒和食物 除了部分貴酒要額外加錢 度假村內的所有酒水三餐 都已經包在房間內 有得吃即開北海道山蠔 帝王蟹蟹腳等等 食物真的很豐富 活動這麼精彩 我們亦住得很舒服 度假村只開業了兩年多 無論客房設計或設施 都很新淨精緻 另外又有室內泳池 一連四季都可以玩水 即使秋天來北海道未有滑雪 都一樣可以玩得和住得很開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